俄罗斯林演员玛丽亚·马什科娃公开反对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表示他不得不违背他备受瞩目的父亲演员弗拉基米尔·马什科夫的话 马什科夫在周二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支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马什科娃和家人定居在美国 但在俄罗斯因在俄语电影中扮演的角色而闻名 他在Instagram账户上发帖有超过8.4万人关注 并表示与俄罗斯国内许多人相比 它很容易发声 马什科娃说我不会被带上警车 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会宣布我是叛徒 是国家的敌人 他说他的父亲也是名演员 曾出演过《谍中谍3》幽灵协议 他们在电话中交谈时 他的家庭分裂是自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导致俄罗斯家庭和朋友分离的众多事件之一 乌克兰及其盟友称俄罗斯的行为是残忍的入侵 已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 联合国表示公寓楼被夷为平地 城镇被疏散 1000多万乌克兰人逃离乌克兰 基辅指责莫斯科犯有战争罪 普京说俄罗斯发动一次特别行动 以摧毁邻国的军事能力 并清除他认为危险的基辅民族主义者 俄罗斯否认其目标是平民 俄罗斯和国际媒体对这场冲突的报道截然不同 大多数俄罗斯人从钦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那里获得有关乌克兰的新闻 这些媒体对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马什科娃的父亲弗拉基米尔马什科夫早些时候以亲信的身份 参加了普京的总统竞选活动 3月18日他在莫斯科举行的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中年纪念音乐会上发表了爱国演讲 我们支持我们的军队 我们支持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胜利 我们会赢的 马什科夫随后在普京在同一活动中发表讲话的舞台上说 马什科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表示 他的父亲呼吁他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俄罗斯 并请求政府原谅他的背叛